第二題 小鮮在一寶特瓶中裝入400立方公分的水 並將一顆金屬球投入且完全沒入水中 如土所示 若埃強再加入不容易水 密度為每立方公分0.8公克 100立方公分的油 使瓶內液面上升至虛線處 比較加油前後金屬球的狀況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迅速裡面一個問的是浮力 一個問的是壓力 我們曉得浮力的公式是 浮力一定是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我現在都是在水中 完全沒入水中 所以排開一個體積是一樣的 那麼都是水 密度也是一樣的 所以兩個一樣的乘出來結果當然也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的浮力並不會改變 而所謂液體的壓力 因為上面多了一段油 所以會多了油的產生的壓力 所以它的液壓會增加 因此第二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 金屬球所受浮力大小不變 其表面所受液體平均壓力變大 今天從頭進發 binnen 給你一下 可不可以先來給你一下 好吧 謝謝你 然後把數字幕給我 謝謝你